大家好,我是陈岳 2020年,中国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合作中 收获了亚太地区的RCEP 以及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 同样在2020年,中国已经表达了 积极探讨加入TPCPP的愿景 而就在近日,日本首相菅义伟 他的一些话把这个话题再次引爆 菅义伟谈到了中国加入CPTPP 所面临的很多困难 因此就有一些有心人士认为 这是日本主导的CPTPP 在间接拒绝了中国加入申请的意思 但是真实的情况真是如此吗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同时,所谓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 他的幕后老大,这个大老板当然是美国 而美国媒体认为 拜登想要继续围堵中国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现在手上的筹码呢 是十分的,应该也不能说十分有限 但是最起码呢,不再是像这个鼎盛时期的美国那样 现在的筹码呢,也是有限的 包括在中国的高端云计算领域 美国的围堵呢,其实也并未奏效 目前中国的云端计算有相对应的应对方案 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们下面呢,就以上的这些话题分别来探讨 日本首相菅一伟在1月3号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 他有过一番表态 那当然就是针对中国之前表态呢 这个希望成为这个CPTPP议员的这些事情 菅一伟在回应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比较大 菅一伟的表述被这个不少媒体解读为 态度转变了,委婉的拒绝中国了等等 那么为什么说他这个媒体会解读他是态度转变呢 毕竟在此前的时候呢 中国领导人表达出 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的意愿之后呢 菅一伟当时他是有过一番表态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菅一伟谈到 希望在日本2021年担任CPTPP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呢 能够带领CPTPP的这个实现 扩大他的阵容 被认为是对这个中国的积极回应 那么现在菅一伟又称呢 中国加入CPTPP难度大 态度呢 好像看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 那么菅一伟真的在委婉的拒绝中国吗 我想呢 菅一伟的这个表态啊 警发各方的猜测 那么他到底会透露了出了何种的信息呢 那么首先我们看字面的意思而言 菅一伟说中国加入CPTPP会有 还有很多的困难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这个他说的也是一个实际情况 也不见得就是在所谓的拒绝中国 CPTPP呢 也被称之为叫做目前标准最高的 这个全球的这个自贸协定 那么甚至呢 有分析称 CPTPP是未来15年至20年 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那么其中在国有企业 知识产权 劳工标准等等 众多问题上 那么中国与之相比呢 确实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事实求是的来看 那么尤其以这个国企补贴 和数据自由流通等等 这些要素 在这一点上呢 的确会考验中国呢 进行改革 包括呢 对外开放的勇气和信心 按照CPTPP的 现行的一个协议呢 他要求各个缔约国 要相互分享 各自国有企业的这些信息 那么也明文禁止或者限制 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 那么在数据流通上 CPTPP要求呢 数据要自由流通 而且禁止成员国 要求数据当地化 就是本地化 而对于中国来说 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呢 当然非常非常重要 中国短期之内 乃至甚至很长的时间内呢 那当然都会有非常多 大型国企的这个发展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公平的分配 国家在很多重要的产业上 获得的收益 为所有的老百姓呢 去公平的分配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大型的国有企业 在中国呢 依旧是长期的存在 不会在整个的战略上 去更改 产业发展 对国企的支持 那中国认为 包括在数据 跨境自由传输 也应当由各自国家呢 去自行的去规定 那么要求呢 实行整个数据的本土化 那这些问题呢 的确都涉及到 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主权问题 在中国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中国在短期内 接受CPP的标准的可能性呢 也的确面临考验 那这件事情本身呢 我们看到中国和欧盟之间 最近签订的中欧投资协定里面 其实也对国有企业发展呢 有相应的规范 我们知道 在美国呢 大部分都是私有企业 几乎就是没有国有企业 但是在欧洲 欧洲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 包括社会福利 包括欧洲也有很多大型的国企 那么这些企业呢 他通过经营这个大型的产业 获得收益之后呢 他把这些收益注入到了社保呀 或者是基础建设呀等等 那么就可以认为呢 是全民来共享这样一个成果 那么中国之间的投资协定里面呢 也对于国有企业的这个补贴透明化等等 有过一些规范 那在这样的规范基础上 是不是可以未来为这个CPTPP的成员所能接纳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的确需要更多的谈判 那就日本的日本的态度来说呢 他毕竟是CPTPP这样一个组织的核心 或者是这个牵头人 那么他就目前的CPTPP的这个标准来看待 那么抛出这样一个所谓的困难呢 我其实认为呢也的的确确呢存在啊 并且呢日本呢可能也想我们即便来谈 我们先把这些话呢先放出来 那么为日后的谈判呢增加一些谈判的筹码 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可能性 其实呢不只是菅英伟提到了这样一点 在2020年11月21日 日本经济这个重申部长西村康念呢 曾经就表示CPTPP定下了比世界贸易组织更加严的这些规则 并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提到呢 必须好好的辨别是否能够在自由公正的规则上做好准备 那么日本的外相啊当时呢也在同年的12月22日表示呢 要保证任何新的成员准备好符合这些所谓的高标准 那么在其后的一天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陈秀夫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谨慎的表态的时候 谈到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做好满足其较高要求的准备呢 日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这个呢都说明日本对于中国的情况呢有着清醒的认识 贸易协议从来不是说加入就能加入的 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与中欧的投资谈判协定呢乃至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无不是经过数年的谈判与拉锯 更何况目前的标准最高已经生效的TPTPP 这个CPTPP 那么当然了菅义伟的这种表态呢 也有着平衡中美之间的一个意图 那么当年呢奥巴马推动TPP 有着这个组织一个经济联盟来抗衡中国的这样一个意图 那么之后呢美国就退出了 现在呢中国要加入 那么新上台的拜登对于美国是否重返CPTPP 并未做出明确的回应 作为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 那么日本不可能不考虑美国的因素 菅义伟1月3日再次喊话美国说 这个日本呢一直为美国的回归预留的空间 期待美国新一任的政府上台之后 能够考虑重返CPTPP 一边说着中国要加入有难度 一边欢迎美国的重返 菅义伟要照顾美国的情绪 那么不做出立即站对中国的姿态 另外呢菅义伟对中美的态度 这个复杂态度也有着自己的心思 目前的CPTPP既不包含美国 也不包含中国 但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话语权摆在前面 两国中的任何一个加入进去 都可能在这个协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日本乃至马来西亚加拿大 这个澳大利亚等成员国呢 恐怕都希望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那么使之尽量不受中美所影响 没有人愿意凭空将自己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那么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不例外 那么对于以上的这些话题啊 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